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国罕有蜀中一绝的神秘军坊古赛 宝珍赛 他虽然经过百年岁月的洗礼 如今依然透露着威风与雄壮 充满着神秘与威严 傲视着方圆几十公里的原野 宝珍赛始建于公园1911年秋 系当地豪门段氏家族 未必战乱而修建的及军事防御 生活起居于一体的 全封闭式川东民居建筑群 一座为军事而生的要塞 却没有经历过战事 一座江南风格的居所 却坐落在了川东北 那么在一百多年前的段氏豪门 为什么要修建这样的一座古塞呢 据武圣史书记载 曾做过清朝钦定奉政大夫 五品巡检官的段香臣 时任段氏家族的族长 未必匪祸战乱 捍卫丧子 1911年 段香臣选择在段家大远西侧山脊处 修建东赛 1932年 因四川军阀割据 局势再度动荡 加上段氏人口增加 段氏家族又再建西赛 并将东西两赛合为一体 到1936年秋 建成了这座享誉鼠中的第一名赛 并以宝珍命名此赛 自此 威延古赛延续百年 来到宝珍赛 沿着北墙墙根的一条石板小路设计而上 便来到了由千年黄金木所制成的赛门 这是进入赛内的唯一通道 进入赛门 赛内房屋设计京桥 古香古色 八个天井 108个房间 110道门 井井相连 道道相通 整个古赛不仅有树中罕见的 闽南团楼建筑风格 又有通廊迂回 严密精巧的防御体系 登上回廊式的赛墙 根据控制点开辟的射击孔 东赛和西赛由于建造时间的不同 因此其射击孔的形状差异较大 东赛建于以冷兵器为主的时代 其射击孔内外口均呈举行 西赛建立于热兵器 成为主要作战工具的时代 其射击孔则呈外口小内口大的内八字形 这样既降低了攻击者火力的命中率 又使守卫者枪械的移动范围增大 整个古赛共124个射击孔 堪称最绝的就是这个扁平菱形射击 乘45度转角的异形孔暗哨 可以巧妙地打击带弧线强体的死角 使保真赛射击孔的射界无空白 火力无死角 现已被列入中国军事教科书 作为经典案例 保真赛不但有精妙的防御工事 还有绝密的逃生通道 在东赛有口水井 看似一口普通的水井 里面却大有文章 这口水井几十年从未干过 传说这口井有一条逃生的地下密道 与东赛的山坡下的断家大院相连 无论哪一边被攻破 都可以从密道逃生 保真赛的逃生密道 可不单单只有东赛的那口水井 在西赛的厨房 这里表面看是一间普通的厨房 其实在厨房的墙面上却暗藏玄机 竟有一道密室的暗门 万一赛被攻破 可将墙上的一块石头移开 人藏进去后 可自己将这块石头合上 从外面看不出任何痕迹 可以暂避危险 据说像这样的暗门密室 整个赛内有十几处 但具体都在什么位置 现已无从考究 保真赛 军事防御与生产生活的功能浑然一体 冷热兵器两个不同时期的军事构筑物同时存在 其匠心独具的精巧设计和绝妙的建筑布局 被国内古建泰斗罗哲文评价为 全国罕有属中一决之军防要塞式住宅 体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被誉为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处赛宝媲美的 中国第一民赛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